再一次跟Levis合作其实非常开心 因为Levis这个品牌呢 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 然后很喜欢他们的衣服 然后我们这一次合作呢 其实更有默契了 那这一次拍摄呢 其实他们有新款的牛仔裤啊衣服啊 然后我就是会把这个牛仔裤的魅力性格传出来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今年呢 Levis他的款是非常的特别 他们这一次呢 就是为了华人呢 明年龙年 他们设计了一个潜龙系列 那潜龙系列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扣子啊 他的锚钉啊 都是用金色来程式 然后他还有他的车线 都是用红色跟金色 所以看起来呢 非常的detail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呢 就是他的那个口袋里面 都是红色的 然后你从里面翻出来 他里面既然有一个龙的设计 所以非常的酷 非常的detail 他们这一次的系列呢 就是让潜龙释放 我觉得这个呢 是Golf of the精神 向前吵的精神的 更高的一届 对我觉得龙呢 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讲呢 就是心里面的一团火 一种决心 一种理想 当你可以把你这个 心里面的这个东西 示范出来呢 其实一个人会变得非常有意料 虽然这个东西是看不到了 可是它是存在在你的心里面 那这一次拍摄Levi's呢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非常兴奋 对因为他们会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示范前 示范后 示范后就是那个龙跑出来了 对 示范前呢就是平常的我 就是可能比较 比较斯文一点啊 就是没有那么的哇 对那示范后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就是 他们会跟我做一个龙的纹身 可以让我展现出那一种爆发力 一种力量 就是要像冬船 这次拍了出来的效果 我自己会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很酷 很有力量 很有爆发力 平常大家看到的我是比较斯文一点 可是我也有就是比较野一点的音乐 对那我自己很喜欢跑车啊 在开车的时候可能 我会比较哇哦一点 那可能在健身啊 在打篮球啊 那一种精神是完全跟我平常不一样 就像我有时候拍戏 之前拍的戏可能是比较斯文一点 那现在可能拍一些电影 然后拍一些武打片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多元化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多元化的那一种性格出来 所以要怕跨出那一步 那今天呢又有新款式出来的 我觉得Levis非常棒 这一次呢我有穿到的就是541跟504 他的cutting呢其实是比较slim cut一点 看起来蛮modern的 因为我觉得穿起来蛮有气质的 那假如你想把它穿得更粗犷一点 我觉得你就是可以搭配像牛仔的外套啊 还是军装的外套 看起来就非常不一样 所以蛮好搭配的 男生呢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的思想 说实在的不是靠你自己本身有Muffer还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一种性格 一种想要有进步的一种心态 一直往前冲 这种才是我觉得有爆发力的 那我觉得女生怎么样才算有魅力呢 这种东西也是从里面上发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女生她假如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 穿衣服很有自信啊 她在工作上很有自信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你一看你就觉得说 哇 这女生她那种上发出来的那一种魅力 那种力量其实是直接能够感受到 不管男生女生要一直向前闯 然后不要放弃 这是最重要的